我们要了解一点 人家现在消费力 还有产生垃圾的量 真的是很快速惊人 现在全世界各国任何大城市 如果说只要一星期没有收垃圾的话 世界各国都一样 那些大城市只要一星期没有收垃圾的话 这个城市就会发臭 然后好 如果他们把那些垃圾都清楚出来 放在街道没有运走的话 一星期之后整个城市街道都是不玩的垃圾 人类你看 我们一直在鼓励消费消费 让很多的厂商赚很多的钱 但是后面的垃圾谁去处理 厂商他把钱赚走之后 那些垃圾他们是不负责 结果呢 就是这样 把那些垃圾丢出去或是再走 后面呢 都是整个生态环境在受害 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受害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垃圾已经埋了一百多米厚了 哇 天哪 我们的经济上市面已经级了一千七百多万 大概是能等他慢慢进去 大概需要多少年 我记得三万年 太空了 塑料自评 一千七百万年 两百万年 你越是辩解 越是有人在背后一步 我们上班就在两点钟起床 然后三点钟就放下 到夏天在这个墨上八十步了 手都不带 扣着那个带 手的那个手上 就是扣不住 看我的脸上 我就在 出租人们其他话题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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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没有梦想 谁不想去追逐更加自由 幸福的人吗 他选择 在这样的工作上 我们在家里面 花枝下雨 都是在外面 没人面子 他们还在牵手 我会在家里面 有些人 是一阵子 都在家里面 什么都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所以人类很会制造垃圾 各种厂商都不断的透过各种广告 刺激人类的购买欲 而购买欲更多的消费之后 后面制造更多的垃圾 那些卖产品的厂商 往往他们是不太会去负责要回收垃圾的 还有我看到有一种情况 人类本来一些东西食物 它是可以精简包装 食用就好 精简包装就好 结果都被渲染成 你要精密的包装 那个价格就可以大大提高 本来一样东西只要一百块 精简包装一百块 就已经是合理的价格 但是很多龙人或是商人 他们就被教导成 你要会打包包装 结果把一百块的东西 它经过重重的打包 内容都一样 经过重重的包装 或是精美的外壳包装 礼盒包装 结果从一百块 他只要一打包之后 他就要卖六百块 一般人觉得 我这个拿一百块那个包装去送人 这个太没面子 我这个虽然六百块 我这样精美包装 我去拿去送人 这样才比较有体验 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比喻 人类这种奢侈的包装 就是这样一直的被长养 而在这样的过程中 人类除了要付出更多的金钱之外 还有我们同样要吃到那些东西呢 我们却制造了更多的资源的浪费 以及垃圾量 所以这些走向都值得人类重新来思考 重新再教育 因为这个是世界各国的 所谓的专科学校 大学 硕士博士 都只是在研发一些 怎么样提高产量 怎么样能够让工业 商业科技或是经济 能够让那些大财团 可以赚到更多钱 而没有想到说 怎么样去好好保护好生态 怎么样能够节约能源 所以人类变成被引导成 不断的奢侈浪费 奢侈浪费 这真的是错误的导向 这就是人类要重新再教育 学习好的课程 好